我们先从我们第一名这一位 撕下你的胸牌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超级奶爸张宇 我的名字叫郑海龙 我来自东北的黑龙江 我有一个十四个月大的女儿 十四个月 所以我叫超级奶爸 对 自从我的女儿生下来开始 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的工作 全部都停掉 然后专门来照顾我的女儿 我现在最大的事业就是我的女儿 对 因为小孩子的童年 我觉得爸爸的陪伴很重要 其实做父亲这个角色 是从小孩子生出来之后 你才开始学做父亲 因为你之前什么都不懂 张宇是一个对小孩子 心里面有要求说 他算是一个严父 两个小孩 一个大的现在十七岁 现在在美国念书 然后一个小的在台湾念书 我觉得当孩子落地的那个撒那 其实你会 你会觉得对他有一种责任 你知道吗 你除了疼他 爱他之外 你会觉得你希望他 最起码你要对得起你自己 不要成为别人的负累 这样子 所以我对他的教育 其实很严格的 那严格到我后来长大之后 非常的后悔 他那时候才一岁多的时候 我有一天非常开心 我就跟他玩 然后我说来 告诉我 这里面有几台小汽车 他才一岁刚出头 他根本没有数字概念 他就 然后我就说 来 我拿把他数给你看 一 二 三 四 五 来 几台小汽车 两台 然后我突然就抓狂了 你知道吗 我是生个白痴啊 到底是谁白痴啊 小汽车 你要继续吃药 那么小的小孩 他能说两个已经很不错了 他有数字概念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数学太好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 怎么不会 你怎么不会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真的是非常生气 然后我觉得失望到透顶了 然后后来我老婆就 就跟我翻脸 你知道吗 我在这边公开的向我大儿子说声抱歉 因为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那数学真的变得很不好 但是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我的责任 我会觉得说 很多事情只要我参与了 然后他就会失败 只要我参与了 太严厉了 他就失败 太严厉了 后来到慢慢之后 我就开始会体会说 我只要扮演一个 陪伴的角色就好了 今天我来这儿来得很值得 除了见到我音乐上的偶像 还学到了这么大孩子 我还知道宇哥也是一个好爸爸 来 我身边这一位 也撕下你的名牌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五万岁章宇 我叫刘欣迪 五万岁 说说这个典故 那为什么叫五万岁章宇呢 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 老年合唱团的这个合唱指挥 我所接触过的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有很多很多一批一批的 他们的年龄差不多 加起来有五万岁 这样子 因为我的工作单位呢 是一个戏曲的学校 我会平时跟我的同学啊 他们会去学一些戏曲之类的 然后我就会唱给他们听 比如说老奶奶如果不开心的话 就会给他们唱一段这个 金剧卖水 有一段这样子 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 书一个油头什么花香 脸上擦底是什么花粉 头顶的胭脂是什么花红 对 这个领导 对 这个领导 麻烦你再用章鱼的声音再唱 清早起来 什么镜子照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其实我超佩服这样的 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 其实真的还蛮难相处的 其实他们 却正需要人家常常的陪伴他们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个 掌声鼓励一下 记住一个非常棒的90后 非常棒的年轻人 真的